国内田径人才辈出 女子白敏有葛曼奇、梁小静 400米有杨慧珍、墨加迭等名将 而女子一百米蓝也是大有人在 就比如在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全运会资格赛 女子一百米蓝决赛 四川美女吴燕妮豪夺金牌 曾几何时 中国女子一百米蓝和中国男子一百一十米蓝 在亚洲都是独步天下 直到哈萨克斯坦的西西金娜 在1995年跑出了12秒44 她才从女蓝王张瑜手中抢走了亚洲记录 而最近几年 中国女子一百米蓝逐渐示威 甚至被日本的女子跨蓝选手追上 但吴燕妮的横空出世 有可能在未来扭转 成为女版刘翔称霸奥运 从这场决赛前的热身训练 到走上起跑期 吴燕妮几乎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而就在她双手称帝 做好最后的启动前 她习惯性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将一股与年龄毫不相符的霸气 展现得淋漓尽致 吴燕妮在第六岛 河南选手陈嘉敏在旁边 美少女戴依如在第四岛 鸣枪声响后 选手一股脑往前冲 过篮后 吴燕妮落后于其他人 陈嘉敏则是处于领先 戴依如也是不甘示弱 但之后吴燕妮加速 如猎豹般冲了上来 最终以12秒87的成绩夺冠 也再次刷新个人白米最佳 该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九块 河南选手陈嘉敏 13.01秒 刷新个人最佳 获得第二 江苏选手王窦 13.02秒 刷新PB 位列第三 获得同牌 吴燕妮从起跑 就展现出了统治力 0.134秒的启动时间 是所有决赛选手中最快的 但是跨越了第一个篮后 则是处在了末尾 而当他顺畅完成前三篮之后 他的后城优势 帮助他逐渐甩开了身旁的对手 最终仰天长效地冲过线 未来将会打破亚洲记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下 叛赞关注一下 20秒之后 中心 nosaltres 我们下个视频再次 做 multiple主体